大家好,我是主持人毕明星 《粮食安全干部读本》 这本书里提到了一种能种在海水里的稻子 这可不是噱头 袁隆平老先生说 要是我国有一亿亩的盐碱地 能够种上海水稻 那至少可以养活八千万人 关键是把不能种庄稼的盐碱地用上了 比围海造田还厉害 这是切切实实的造福人类 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三农 关注粮食安全 关注粮食安全干部读本